不定时炸弹 2500万人退保 吓坏中共 中共开年就喊自我革命 三大败向进选 台联自负干部被汇选 马英九言论惹议被质疑 就业惨淡 新华本科生签约就业不到十分之一 失去支付宝 马英现身巴黎 也热议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有研究发现 2022年这一年 中国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投保人数 竟然减少了2517万人 而这也凸显了 中国医疗保险出现严重问题了 比如对农民负担过重 抬高要价 骗取保费等 网易新闻日前才推出 如此打工30年的纪录片 如是反映出 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 农民工老汪49岁了 他每天凌晨4点就到广场等活 他面对着镜头 指着手机简讯说 因为上个月没挣到钱 现在连380块钱人民币的医保都缴不上 在中国目前像老汪这样的没钱交保费的人 并不是个别案例 据中共官方统计 中国乡村地区的居民平均可支配年收入 才稍微超过2万元 但是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 医保保费却在不断调涨 医保保费在20年间 从10块涨到380块 涨了将近40倍 特别是最近这5年 每年大约都在涨30元人民币 造成很多乡村居民 即使想维持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结果还是无力负担 成为另类被退保的一员 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安全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振喜表示 380块钱看起来不多 但是如果放在整个农村的收入情况下面 意义就不一样了 无论民众是因为经济因素被退保 还是因为医保不公而主动弃保 都在凸显了中国医保出现严重问题 王振喜说 比如说我们从统计数据知道 中国大约有超过6亿人 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那么对于这一个 更特别需要医疗服务的老年人来说 如果老年人没有工作的话 那其实在这个农村的老人 他们每个月能够得到养老补贴 大概不到200块钱 这个380年缴的自负项 对他们来讲 负担其实是不小的 同样的药 医院平台里的药比外面药房卖得更贵 有的药价高出还不是一般高 这导致很多民众考虑退保省钱 去年才润到美国的张晏 过去在中国从事基层的医疗工作 他还发现地方干部在收取保费后 根本不给收据 而且还针对一些长期在外地 或是年轻力壮的民众进行截留 把保费根本放在自己口袋里 1月11日 台湾央广发文说 无论中国民众是因为经济因素被退保 还是因为医保不公而主动弃保 都凸显出中国医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而这种退保潮早已吹进中国各种社保 不仅给中国社会安全带来危机 也更将直接冲击中共政权的稳定 成为其崩坏的不定式炸弹 1月8日 在北京召开中国二十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 再次高喊自我革命 却在开年就透露出三大败相 习近平在会议上声称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全面巩固 并是二次提到自我革命 声称要把自我革命搞得更严密 把每条战线 每个环节自我革命抓具体 抓深入云云 对此 1月11日 士兵人中原在大纪元撰文分析 中共无奈值得再次高喊自我革命 想要给新一年定调 却在开年就透露出三大败相 分别是中共十八大后十年的自我革命失败 中共二十大新班子第一年就败了 历史周期面前出现中共的终极败相 中原指出 中纪委对中共军队腐败问题 知自媒体 也没总结出 2023年有多少反腐败的业绩 但是必须还要迎合习近平提到的 所谓的自我革命 中原分析说 中共再过过去十年 所谓的党内自我革命 只是换了一批人掌权 整党了大多数党内的政敌而已 但是 随之而来的是 中共也变得更腐败 更独裁 更无能 更歇斯底里 并且快速走下坡路 无论是所有的十年反腐 还是这个自我革命 实际上都失败了 中共也耗尽了言气 中原认为 中共在十年大乱斗之后 习阵营以为获胜 然而外界没料到的是 中共二十大新领导班子上任才第一年 就遭遇滑铁炉 随着习近平亲信秦刚的被消失 中共政局忽然陷入动荡当中 而且 火箭军司令和政委随后被证实出事 军队也同样陷入到动荡之中 中共根本就没打算进行什么自我革命 从而也就不可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所有官员都在继续着同样的政治游戏 但恐怕他们也都知道中共的时日无多了 习中央在新的一年里 或将面临更大的乱局 而习近平则仍拿不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这时 单凭着口号就很难稳住 当前已经动乱的局势 中共的终极败相也再难掩盖下去了 今天是台湾大选日 牵动世界目光 台联党曝光自家干部被中共汇选 而马英九的一番关于中共的言论 也引发质疑 台联党召开记者会 强调要端正选举风气时还披露 有台联干部向党主席传消息自首说 自己在2023年7月和11月被招待到中国大陆玩了两次 因为中共方面要求他不能投给所谓的危害祖国的候选人 所以导致他不敢再帮自己人拉票 台联质疑说 这次的犯罪嫌疑人变成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汇选根本就抓不到 在2018年和2022年的两次大选 还分别发现6379件和3756件汇选案件 今年检调只抓到93件 台联喊话说 希望检调能够给力 而台湾选民们也更要自制 不接受任何中共方面的招待或买票 中共对台湾的戒选被发现 而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 在夜十号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的发言 也引发了关注和争议 马英九告诉德国之声记者 无论台湾如何自我防卫 都永远无法抵御和大陆的战争 也永远无法赢 他们太大了 也比我们强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 来缓和紧张关系 对此 联奥学者李元华表示 这些话等于是 起到了中共想起都起不到的作用 作为台湾前总统的马英九 讲这些话非常不恰当 他指出 台湾现在任何一个党派 比如民进党政府 并没有想通过武力和中共如何 一直都在强调说 中共如果武力犯台 大家一定要保家卫国 现在马英九偷换了一个概念 即台湾应该放弃武力 举手投降 而这正是中共巴不得的呢 再有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 侵略与反侵略之说 并没有强弱之一说 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二大军事体 乌克兰与它差距非常的大 乌克兰在战略上根本就没输 因为靠着本国反侵略的意志 和自由世界技术和经济的支持 而且美国总统拜登都三次强调说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美国肯定会出兵 这是明确告诉中共 不要有侵台幻想 中共现在军事情况是一塌糊涂 被爆料说 火箭军导弹里面装的是水 90%多的发射警没有导弹 大量导弹发射警盖都打不开 可以看出中共的武力 也没有它宣传的那么强大 中国军队腐败 数字上的优势 能否达到开战以后军事上的强势 这完全是两回事 前北京律师梁尚华表示 避免战争的愿望肯定是对的 但是也要做好准备 不能一味的妥协 害怕 反而会助长中共武力侵略的愿望 懦弱的去投降不会带来和平 中国大学生毕业级失业的残酷现实继续上演 作为中国名校之首的清华大学 2023届本科毕业生签约就业人数才达到8.8% 很多毕业生纷纷选择考研 近日北京清华大学发布 2022-2023年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表示 截至到2023年10月31日 学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中 共有2,603人选择继续升学深造 占比80.8% 就业人数共有491人 其中签约就业的有284人 占8.8% 灵活就业的有207人 占6.4% 这个所谓的签约就业 其实有很多参甲的成分 因为很多中国大学 都逼着毕业生上报虚假的就业协议 不然就不发毕业证 至于灵活就业 说白了就是没有固定职业 也是失业的代名词 目前上海复旦大学公布的复旦大学 2022至2023年学年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也声称 该校2023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 直接就业人数是583人 占比为18.07% 共计有2278名应届毕业生 选择升学深造 占比高达70.61% 从中国最出名的清华和复旦 这两所大学的就业和考研数据中 可以发现随着本科毕业生找工作的艰难 毕业以后继续考研人数已经是越来越多 据此前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预计2023年北京高校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大约是16.08万人 预计本科毕业生大约是13.61万人 这也是北京的硕博毕业生人数 第一次超过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人数 日前才失去支付宝控制前的马云 被网友披露现身巴黎 整个人明显苍老了很多 有网友表示 马云能保命 还有钱花就不错了 1月11日 G微博账号电商报微文披露说 发现马云出现在汇集众多顶级奢侈品的 法国巴黎蒙田大道 从照片上来看 马云的发病已经变白 眼角处的鱼尾纹也更加的明显 他拱着腰 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 侧着脸微笑 看起来整个人苍老了不少 这张照片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说 马云短短两年间 一下子感觉老了好多 一个时代的羡慕 这样到处玩玩挺开心的 只是再也没有那种 可以指点江山的感觉了 有人替他感到庆幸说 马算是全身而退 软折禄 皮带许家印就是直接破降 摔个稀烂 有人指出 马云的车是法国牌照 拿的是西班牙拘留许可 而阿里巴巴 也是2024年 巴黎奥运会的 15个最大赞助商之一 也有网友表示 能保命还有钱花就不错 晚一点出去或早回来 他都会被控制 半球进状态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至于曾经意气风发的马云 为何这么明显变老 这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和支付宝有关 2023年12月28号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说 同意蚂蚁旗下支付宝公司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六家公司申报马云等私人的权益被清零 因此马云所持的股票表结权 已经从53.46% 凑降到6.208% 也就是说 马云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控人 支付宝也变更主权了 有网友调侃说 马云支付宝被共产 这就是私企的最终归宿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